大家好,今天我们开始分享翁里要的花椒 说到这个花椒,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每天炒菜都要用花椒作为佐料 花椒呢,它来源于芸香科竹花椒或青椒的干燥的成熟的果皮 花椒的腥味归精,它是心热有小毒归脾味盛进 注意啊,这块花椒它是有小毒的 性能特点,花椒心热造色,露脾味圣经,有小毒而力,较强 它可以瘟中散行止痛,便能造湿 至中行腹痛土屑,能杀虫,用于虫肌腹痛,因阴阳失整 啊,都可以使用,花椒它功效呢,概括起来就是 瘟中止痛,杀虫止痒 它组织的病症是,汪腹,冷痛,中行五吐,蟹蟹 第二,虫肌腹痛,回虫和挠虫,它都可以使用 第三个,湿蒸,阴阳 花椒的用法用量 一般是二到六克,煎汤内斧,也可以入网散,也可以外用 外用的时候要煎汤凶洗,也可以含酥,含酥就是含到嘴里边,漱口 使用注意呢,花椒它是有小毒,而且它心热香造 所以呢,内斧不能过量,还有阴虚火旺的,以及孕妇都要慎用 好,这就是花椒,它是一个瘟里药 花椒呢,就分享到这里 最后呢,请大家觉得我讲得好的话,给我一个强烈推荐 另外,大家可以关注我 我会随时持续更新关于中医药的视频 好,下期我们再会啊